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建桥 牛津 这些都是中文学校 我就特别想在学校里面走一走 去感受一下这种学习的内科 因为我是没有这种经历的 现在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快乐的 以前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做一个演员 而且现在牛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而且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和大家 本来是不熟 慢慢的逐渐的互相了解 还好吧 我觉得 我对我自己要求比较高 我并不是特别的满意 我觉得可以游的更好的 也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游泳 其实自己自游泳 我当时也想换成自游泳的姿势去游一下 但身体真的是无法达到自己想要去达到的那个完整的那个度 我没有数 我没有数 平时 平时都想这样 平时让我起坐一分钟 一秒钟一个嘛 对啊 那在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平时也会再加进去这方面的训练 是吗 所以说是特别爱好 就想把自己的身体练得稍微好看一点 你觉得尽导今天跟你一起做延络起坐的 他的状况有点吗 他状况挺好的 我都是 因为他在我旁边嘛 我也不想就是 其实我当时是有点累的 但是他的节奏就一直在那 我就得紧跟他的步伐 我也不想做慢了 或者是没跟上 就是 原来就是 这种精神其实是 让队员们之间 可能是让同学们之间 更加的信任对方 会更加有团结的精神 更加团结 我们看到给我们表演的那些 那些 少年队 少年队 他们的关系就是 有说有笑 是 很 很 让你觉得就是很很团结 看着他们也很开心 而且他们就也会给我们加油打气 有信心 有信心 我会 早饭吃多一点 明天好好的滑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